看我们的第八次单词 欢乐系列 对不对 这次单词呢 我们说很开心哦 到底都见过哪些欢乐单词 对不对 像我们这次呢 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发现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莉莉呢 在美国呢 在纽约的时候 曾经发出过一件事情 莉莉误播了911号 你还说莉莉 你怎么会误播呢 那个宾馆呀 她写的那个电话有问题 她说播呢 long distance 播长途的话 long distance呢 要求播呢是9 再加上个1 看到了 那么大家知道呢 由于我朋友的手机号呢 是191 那么大家知道 后边巴拉巴 写一堆号 是个手机号码 所以呢 在这一刻的话 我呢 其实我忽略一件事情 因为1是美国的代码 所以在美国本土 根本不需要播1 但是呢 我不知道 由于我手机呢 播长时间播手机 都是直接按的 就可以打到我的同学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把1也播了一下 但是你看 长途需要播9 再加1 再加上你的那个电话号码 那我再播个1 是不是就要911了呀 对不对 当时播完这个911以后 一个警察接了我的电话 对不对 当时呢 警察就问我 他说那个 你有emergency吗 我说没有emergency 我说我拨错了号码 他说 那你得告诉我 你住在哪里 我说 我 我真的是拨错了号码 对不对 他说 必须告诉我住在哪里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是警察 所以呢 在他的逼迫之下 我说我住在宾馆里 一路路上报错了房间号码 警察跟着狂笑 警察说 没关系 我只是确认你好不好 是不是有人绑架了你 那么大家知道呢 我呢 我觉得美国的警察 还是比较nice的 对不对 结果呢 过了那种20分钟以后 又一个警察打过电话 过来跟我说 你到底现在好不好 你是不是被劫持了人质 我说我都不是 我就是误播了而已 我只是误播了而已 你已经在这件事情上 花了近20分钟的时间 他说没关系 经常有人误播 但是只是确认一下 你看 这就是呢 美国的警察形象 非常的nice 对不对 我还以为他会把我抓走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在这一刻 你会发现呢 就是我们说警察呢 还是真的让人很欢乐的 不过美国警察 长得真的很帅 不说了 叫欢乐系列 对不对 咱们看第一单词呢 叫做乐乐系列 都会记得哪些词 这一组单词 首先在美单 几个欢乐单词了 对不对 这单词你不认识吗 叫Mers 它表示的是高兴 对不对 这词可以准备 可以这么备哦 拆成两个部分 其实M后边是谁呢 后边长相片 Bers呢 是不是 大家先一看 Mers表示的是出生 你老妈看到你出生了 高不高兴呢 高兴 对不对 所以呢 Mers表示的是高兴 看得了 那么大家知道 不高兴 知道怎么说吗 叫Merceless Merceless 表示的是不高兴 对不对 我还以为大家 讲过一单词 还记得吗 宙斯的小名叫做Joe 对不对 那我说过 宙斯这个鸟神 神品特别差 人间二乃无数 神间二乃无数 生了一堆半人半死的怪物 对不对 所以就宙斯而言 我们说他神品特别差 而就他本事而言 他不得了 对不对 没有比他再高兴的了 他想跟哪个女人在一起 就跟哪个女人在一起 所以呢 他转过来一个单词 哪个词呢 叫Jovio 对不对 也表示高兴 这表示是极度欢乐的 极度欢快的 来自于宙斯这个词 所以你看很多同学 把自己英文名字 起名叫Jovio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宙斯这个欢乐 建立在一种肉体上的欢乐 所以呢 如果你说 Hello My name is Jovio 等于说 Hello 我说的淫模是一样的 所以呢 不要起这个欢乐的名字 对不对 好 欢乐单词呢 我们有好多个 这只是其中的两个 大家欢乐一下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另一个我们的乐乐系列 会记得哪些词呢 这两个词都是乐乐结尾的 乐乐 你看第一个叫做taco 你们认识吗 他表示的是处理 处理某件事情 对不对 叫taco with something 对不对 他可以拆穿两个部分 好 他可以再搭配呢 with 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只不过加了le 我不太熟悉 前面的tac 你看非常熟悉 对不对 tac表达什么呢 大头丁 认识吗 tac叫大头丁 对不对 大家知道 你看小的时候 我们跟男生住在一个 坐在一个桌子上面 对不对 不叫一个桌子 共用一个书桌 好 那个时候呢 在桌上画一个线 谁要过线 就拿图丁扎对方 看到了 所以tac表达的是攻击 那像不像 我一再的扎你呢 对不对 at表示一再 tac表示的是丁子 好 一再扎你 所以你看 攻击某人 这个攻击呢 是动词攻击 而不是动物攻击 所以呢tac 大家说到这里 而taco叫处理 对不对 第二个叫做mingo 它表示的是混合 我觉得这两次也非常好背 长得有混合感 对不对 你看前面是 摸 迎 明 对不对 后面呢 加个le 乐乐 看清楚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明 你熟悉吗 小学书学书里边 有个非常无聊的人 叫小明 对不对 叫摸 迎 明 最后来叫sparkle 是不是 sparkle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哪个词呢 一个叫做s 叫spark 加上个le 对不对 s呢spark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火花 spark表示的是火花 对不对 大家这样你看到翻译感觉 这是呢 一个拟生词 我们在点人烟花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信仰 就爆开了 叫spark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火花 还可以准备呢 叫死在停车场里 停车场怎么说 parking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死在停车场里 因为有火花 所以呢 spark表示的是火花 而sparkle呢 叫什么呢 叫闪烁 那眼里闪烁的点点泪光 就是它了 叫闪烁 叫sparkle 对不对 最后一单词呢 叫做startle 叫震惊 大摸发现啊 只不过加上le 我不认识 但去掉le 我还是认识的 前面前呢 叫start 第二叫开始 再加上le 所以这种单词呢 被我请名叫欢乐系列 乐乐系列 咱们一个来 对不对 第一单词叫做taco 它比较什么呢 叫处理 所以可以这么记 叫涂丁在前 是处理 叫taco 对不对 第二单词叫混合 叫明明在前 是混合 小明在前 才是混合 叫明狗 对不对 第三个单词叫做散烁 那怎么被呢 告诉我谁在前面 叫做spark火花 所以呢 火花在前 才散烁 spark 最后一单叫正经 告诉我 正经谁在前面呢 start叫开始 所以呢 最后一单词 接下来 叫开始在前 才正经 好 再说一遍 涂丁在前 是处理 taco 明明在前 是混合 明狗 火花在前 才散烁 spark 开始在前 才正经 叫startle 好 再来最后一遍了 怎么说 涂丁在前 是处理 叫做taco 明明在前 是混合 叫明狗 火花在前 才散烁 叫spark 开始在前 才正经 叫做startle 好 最后一遍 那说到这里 这是我们的乐乐系列 无比欢乐 还记得一个词吗 merce jovio 对不对 我们的欢乐系列 好 不说了